再談三同飲食 生同飲食對於一般人是否適合 以及如何進行才能維持健康平衡的身體 是一個相當值得討論的議題 以下是一些相關的觀點 適合性 生同飲食並非對每個人都適合 一般而言 生同飲食常被使用於治療癲癇、糖尿病 代謝症候群等疾病 以及一些人士希望減重或改善身體狀態的情況 但對於健康的一般人來說 生同飲食可能不是必要的 並且需要謹慎考慮個人的健康狀況和需求 維持健康 若想進行生同飲食 關鍵在於確保營養的均衡 這意味著需要選擇高質量的脂肪來源 如橄欖油 堅果 魚類 適量攝取蛋白質 魚肉類 豆類 豆腐 以及攝取少量但多氧化的蔬菜 以確保獲得足夠的維生素 礦物質和纖維 初次嘗試的注意事項 水核 水核 生同飲食可能導致水分和電解質的流失 因此應該增加水分攝取 並考慮補充立 甲和其他電解質逐漸過渡 對於一個健康、正常、沒有三高等慢性疾病的長者 如果他有興趣嘗試生同飲食 我會建議以下步驟 自信醫生意見 首先 建議他與家庭醫生、惡營養師 討論自己的健康狀況 以及是否適合嘗試生同飲食 長者的身體可能對飲食變化有不同的分應 因此專業建議是很重要的 逐步過渡 建議不要急於一下子轉換到生同飲食 而是逐步減少碳水化合物的攝取 可以先進行一段時間的低碳飲食 再漸進適地減少碳水化合物攝入 使身體有時間適應這種改變 保持均衡 重要的是確保飲食的均衡 包括攝取足夠的蛋白質 脂肪和維生素礦物質 特別是對於長者來說 蛋白質攝取量應該足夠以維持肌肉質量和骨密度 監測健康狀況 在嘗試生同飲食的過程中 長者應該密切關注自己的健康狀況 如果出現任何身體不適或不正常的分應 應及時停止壓調整飲食方案 並與醫生討論 保持適度活動 除了飲食 適度的運動 也是維持健康的重要因素 長者可以選擇適合自己的輕度運動方式 如散步 游泳或瑜伽 以幫助促進代謝和健康的身體狀態 總的來說 嘗試生同飲食對於健康的長者可能是可行的 但應該謹慎進行 並在專業指導下進行 好了 這條片到此為止 下星期再見 感謝你觀看此影片 如喜歡此影片 請免費訂閱 點讚、留言及傳閱 謝謝你 感謝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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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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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讚